恭喜這兩位觀眾朋友 我會在那裡聯絡 掰掰 二寮柏安雍這邊也在熱鬧 這邊也有競爭團台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二寮柏安雍 他們供奉的五輔千歲 所以不是南昆森系統的律禮柏珠團 他是主角旗金五的五位王爺 然後這邊也有這個 青山屋敵負千歲 那跟南昆森跟麻洞那邊系統也是不一樣 他不是持夢標 他是青山屋敵 所以他的生日是好像榮歷十月 所以不是六月十八 他是不同的持負千歲 這集萬萬話講很多 字幕會打超久的 南昆森代天府 那個利富千歲 就是從這邊過去 所以那時候我們會發現說 南昆森代天府他定點的利王 利富大王 他是比較小尊的 有時候他當年相傳是從 南昆森這邊先過去那邊正 正殿 然後後來留在那邊了 這是聽那個台灣神奇 剛剛那位郭文成先生所說的 這個南昆森代天府的司機 可是今天我沒有特別知道那個 青山屋敵的神尊在哪裡 卡達貝塞 傳說中的天神 這次是 可以看到這寬江湖廟 你看這個珠窗窗棍 很少看到有這種坐姿 而且又穿那麼帥的一個衣服 珠窗窗棍 隆壢6月24號之前 這是一個關聖帝君的鄉起 難得跑上鹽水 他吃意麵 網路上查到有名的 都開在附近而已 隨便找一家 我們不是美食節目 不要叫我講口感 好吃就好了 這好特別喔 肉燕酥 它裡面有包肉 然後炸過 你看這邊都是砲台 風泡城 應該說是風泡城 這只有鹽水看得到 好期待明年的元宵節喔 涼 飛火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